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周围的人都不觉得是正义的伙伴 当意识到这是多亏了父亲鲁迪乌斯的名字时 耿住了 毕业后回到了老家 作为正义的骑士 在暗中活动 过着无职游民的生活 最终为了帮助朋友 来到了亡龙王国 晚年获得死神七代列强第五位的称号 在黑龙骑士团副团长的地位上大显身手 齐格哈鲁特的家庭关系 齐格哈鲁特是鲁迪乌斯和西鲁菲的第二个孩子 他是格雷拉特家的第四个孩子 有两个姐姐 一个哥哥和两个妹妹 在兄弟中 他和拉拉 莉莉的关系特别好 描写了在拉拉的实验室里 接送莉莉上班的情节 尤其是拉拉 他是一个很好地理解齐格的人 他遇见到了齐格的所作所 莉莉也很喜欢他的哥哥齐格哈鲁特 如果要继续无职生活 就把他当成自己的助手使唤 另一方面 尊敬父亲鲁迪乌斯 烦恼如何才能满足父亲的期待 因为不知道该如何处理 而不断产生分歧 最终 他们在一夜之间和解 并以此为契机 出发前往皇家王国 作品中并没有描写本人结婚 在建立了皇家王国之后 为了不给娘家添麻烦 不信格雷拉特 自称齐格哈鲁特·萨拉丁 齐格哈鲁特的交友关系 与齐格哈鲁特有密切关系的人 首先要提到的是他的老师 亚历山大 卡尔曼·雷白克 从小时候开始 到齐格最终踏上国王王国的旅程之前 作为良好的理解者参与了 齐格哈鲁特是鲁迪乌斯的孩子 没有受到奥尔斯蒂德诅咒的影响 奥尔斯蒂德也很喜欢他 在阿斯拉皇家学校 遇到了帕库斯 西龙 JR 两人建立了很好的朋友关系 两个人一边被周围的人疏远 一边过着好的学生生活 在学生生活中 是阿斯拉王国的公主 虽然也和阿里埃尔的女儿沙里埃尔 建立了朋友关系 但没有恋爱关系 为了帮助帕库斯 他去了王龙王国 晚年作为支撑立志成为国王的帕库斯的右臂 发挥着力量 无止转生齐格哈鲁特的强大之处 这样的齐格哈鲁特 是一个相当有头脑有力量的角色 这里总结了齐格哈鲁特的强度 天生万力惊人 齐格哈鲁特 天生受到拉普拉斯的影响 拥有惊人的臂力 具体来说 虽然比不上神子扎诺巴 指的是 可以用一只手挥舞双手剑的程度 主要的战斗手段是北神流的剑术 和普通人的配置不同 掌握了被引入了巧妙的动作的北神流的剑术 奥尔斯蒂德说他有剑术天赋 他拜亚历山大为师 15岁时被封为北王 19岁时被封为北帝 最终获得死神七代列强的称号 这样的齐格能强到什么程度呢 具体来说 是一跃成为七代列强中的第五位 从死神兰道夫那里 继承了死神的称号 兰道夫是王文王国帕库斯的教育负责人 同时继承了第七代列强的位置 鲁迪乌斯在全盛时期 是第七代列强中的第七位 由此超越了父亲 当他还是个青年时 他一直在思考 如何才能不辜负父亲的期望 到了晚年 在坚强的意义上 他已经超越了父亲 爱剑是矿神打造的凤亚龙剑 这样的齐格使用的爱剑 是鲁迪乌斯用魔法处的矿武 可能是 是特别委托矿神做了的凤亚龙剑 在拥有惊人臂力的齐格看来 这是一把沉重的剑 漆黑的大剑 晚年又挥了一挥 好像还使用过能插在腰上的剑 背上背着凤亚龙剑来使用 五指转生齐格哈鲁特的经历 甲龙历429年生 齐格哈鲁特出生于甲龙史429年 在西鲁菲的孩子中 如果有一个绿头发的孩子 被当作拉普拉斯的转世 来处理 感到不安 有个小插曲 西鲁菲看到绿发出生的齐格后 晕倒了 绿发只是拉普拉斯的因子或遗传 因为万力很强 所以被认为是拉普拉斯的因素 从鲁迪乌斯和佩尔基乌斯那里 得到齐格哈鲁特这个名字 鲁迪乌斯模仿了不死之身的英雄 齐格弗里德的名字 在那之后 如果佩尔基乌斯有了一个男孩 要为他命名的伏笔 被赋予了萨拉丁这个名字 因此 他的中间名是齐格哈鲁特 萨拉丁 格雷拉特 六年时期 拜第三代北神为师 齐格哈鲁特拜第三代北神 亚历山大 卡尔曼雷白克 通称亚历克为师 起因是亚历克的英勇事迹 正义的伙伴查德曼 从齐格哈鲁特的角度来看 就是亚历克叔叔 最终在奥尔斯蒂德的建议下 亚历克决定锻炼齐格哈鲁特 拉诺魔法大学时期 以查德曼为目标 作为正义的伙伴活动 齐格哈鲁特长大后 到了七岁 他和其他兄弟一样 进入拉诺魔法大学 在魔法大学的时候 加入了学生会 还是以正义的伙伴查德曼为目标 把坏孩子们拉上 朋友很多 很受欢迎 过着被老师夸奖的生活 在某种程度上 做得和鲁迪乌斯相似 要说有什么不同 那就是背后的后盾 后来才发现 齐格哈鲁特 是父亲龙神的左膀右臂 鲁迪乌斯 周围的人都觉得 不能随便刺激他 在没有注意到这些的情况下 从拉诺魔法大学毕业 迎来了15岁的成人 在阿斯拉皇家大学 他遇到了一个孤独的朋友 15岁之后 他也和其他兄弟一样 在阿斯拉皇家大学读书 在这里 我也想让正义的伙伴说些什么 但是 在对魔族的偏见 还很严重的阿斯拉王国 律法是不行的 被说成是恶魔 每天都被周围的人无视 原来如此 意识到能在拉诺魔法大学生活 这是多亏了父亲的威望 就耿住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 同样无依无靠的帕库斯西龙JR 被搭话建立了朋友关系 互相切磋 齐格的武术成绩是年级第一 帕库斯在学问上 取得年级第一名的成绩 他是父亲鲁迪乌斯的朋友 也是阿斯拉王国的公主 虽然也和阿里埃尔的女儿 沙利埃尔建立了朋友关系 但没能发展成恋爱关系 帕库斯有一个野心 他要复兴西龙王国 毕业的时候 邀请了齐格 那个时候 齐格认为不能给父亲添麻烦 但他无法回答 就这样和朋友们分手了 毕业后成为啃老族 成为帮助他人的正义使者 阿斯拉皇家大学三年毕业后 回到了老家 过起了无职游民的生活 三个母亲都很担心我 都劝我快去工作 虽然还准备了亲事等 但是迟迟没有下班 但是仍然在帮助别人 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没有工作 不拿报酬 以帮助别人为荣 以正义歧视的名义 继续着摧毁恶徒的据典等 那时的齐格哈鲁特想 他该怎么办呢 怎样才能不辜负父亲的期待 为将来而烦恼 看着这样闷闷的齐格 父亲鲁迪乌斯 终于开始思考 该怎么办 最终在居酒屋一饮而尽 双方和解 齐格哈鲁特真正想做的事情 也就是说 决定走上帮助名叫帕库斯的朋友的道路 在亡文王国继承死神的两名 成为位列七大列强第五位的盟者 齐格哈鲁特来到了亡文王国 成功救下了 真的快要被杀的帕库斯 之后成为了帕库斯的左膀右臂 作为成为了新设的亡文王国的骑士团 黑龙骑士团长帕库斯的右臂火源 在那之后的几十年里 齐格从帕库斯的教育老师兰道夫那里 继承了死神和七代列强第五位的称号 作为死神骑士齐格哈鲁特 萨拉丁名声大振 在五指转生的衍生作品中 有一个圣诞节的故事 齐格哈鲁特在他的国王王国中 回家时有个小插曲 姑且是虚构的 五指游民是没有圣诞节的 每年年末都要回到老家 和鲁迪乌斯一起度过美好的时光 怎么样 这次就讲到这里 请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喜欢 你可以在这里观看另一个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